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den 然後 俗話說得好 人在江湖中 神器隨身要有 那今天 就是要為各位來介紹 釣魚的神器 釣魚最怕什麼 綁鉤子 鉤子綁得好 沒讓你拉爽爽 鉤子綁不好 讓你一段爽爽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 綁鉤子的神器 接下來 就是要登場的事 有秘密武器咯 啊 原來是四代目 火影忍者的四代目 他今天也很有興趣的 要來觀摩一下 神器的使用方式 好 那 第二個是什麼呢 也是神器嗎 就是 名人 欸 七胎母 他們父子良 都很有興趣對釣魚這件事情 但是呢 每次去釣 都打過 因為 鉤子綁不好 所以他們也要想要了解 這個神器 怎麼會這麼好用 做什麼 就是我們的 自動綁鉤器登場囉 就是這個 在使用之前呢 就是說 可能會講一下我的經驗 在綁鉤子的時候呢 常常會因為 脫鉤的問題 好 那 就是線沒有綁好 脫鉤 就造成 線變這樣子 鉤子脫掉了 魚 也跟著跑掉了 那 這種經驗 裡面 常常有 所以呢 我們後來就發現 嗯 可能是年紀到了 尤其對這種 小鉤子的綁的部分 會覺得很困難 真的很困難 因為 眼睛沒那麼好死 然後 在綁的方面 又沒辦法說去很 確認的去繞到 它應該要有的環節 所以造成它常常會脫鉤 然後就跟著魚 就跑掉了 也許是你的紀錄魚喔 所以 去網路上找了 這個綁鉤的神器 個人覺得 還不錯用啦 這不是業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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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各位 很重要 說三次 當然 如果有廠商 要業配 好東西 我們也願意拍片 來分享給大家 請聯絡在這裡 OK 好像 沒有字啦 沒關係啦 大家再 查一下 那 今天 重點在 推薦這個的使用方式 那 也上網找了 很多的 人家拍的影片 可能在介紹方面 有一些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節點 它沒有介紹到 所以呢 我就想說 自己拍一部 來指引初學者 當然老手就不用了 閉著眼睛 就可以綁好了 幹嘛要這個東西 但是對於新手來講 我覺得綁鉤子 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 我推薦大家也可以試著 使用看看 那 使用上 嗯 也許我講的 有哪些部分 不是很OK的 就是 你們使用的部分 有一些缺失 那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們大家可以來討論一下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 就要正式來介紹 這個 自動綁鉤器的 綁鉤方式 跟它所要注意的節點 接下來我要綁 示範給各位 觀眾看一下 它的使用方式 那首先 我們先把 鉤子做一個固定 鉤子 我們可以看得到 鉤子在這裡 然後呢 把它 壓到 它這裡有個紅色的卡榫 底下那個紅色的部分 我們把它壓進去 扣緊 然後它的那個 勾間的部分 盡量是朝你的右手邊 好 那我們要確認一下 它是否有緊的話 稍微動一下 欸 的確它不會滑出來 OK 再來 第二個步驟就是 我們要把線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 線頭 要留多長 就是繞多少圈 就會使用到 所以呢 把它繞進來這個 鐵片的卡榫裡面 像這樣子 卡進來裡面 好 那卡進來之後呢 這個 底部的這條線 就是我們要 預留的紫線的部分 繞進來 底下 這個縫的部分 繞進來 之後 把它 跨上去 這個 紅色的滑鈕上面去 之後呢 再繞回來 鍋子底下 再穿回原本的 這個 凹槽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要拉緊它 好 線 直線的部分 剩餘的直線 我們要拉緊它 好 拉緊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 繞圈的動作了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圈了 好 接下來繞完之後呢 我們要做一個 幫它做一個線結的結束動作 我們要把這個 紅色的套環 拉過來這裡 之後呢 將 紫線的部分 轉進來 拉緊 好 各位看一下 拉緊之後 一定要拉緊 因為你沒有拉緊的話 當你取出勾子的時候 它所有的線就會脫掉 好 拉緊之後 像這樣拉緊 拉緊之後 好 我們再把這個卡榫 打開 再把勾子從 這個 剩餘的線也要把它 剪掉就可以了 之後 把它拉出來 就完成了我們的勾子 的綁線動作 但是 之後呢 今天我們要先用這個勾 這是簡單的勾餅部分 再確認一次有沒有 綁緊 要再拉一下 這樣我們就確認了整個 OK了 那可以再把剩餘的支線 再做一個剪斷的動作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 綁勾的程序了 好 今天那個自動綁勾神器的 介紹影片 就差不多囉 那 也希望大家喜歡的朋友 可以幫我們按一下訂閱 然後喜歡跟分享 那也讓 想要釣魚的朋友們 喜歡釣魚的朋友們 也可以多一個 可以選擇綁勾的部分 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 使用上有問題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也會盡力去回答 大家在使用的部分的問題 或是我們所了解的部分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概請 詞 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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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